市政專輸新竹市跳級生簽書會 來到人潮聚集的購物中心舉辦 第四場的簽書活動 還吸引外地民眾遠從台南而來 現場開放問答 民眾就以大新竹會不會合併 來請林志堅市長回應 這一題問我不準 因為我當然是希望 縣市一定要合併升格 因為這個對整個新竹市 或新竹縣的發展會更好 導致我想要問問現場的大家 大家支持縣市合併的請舉手 支持新竹縣市合併的掌聲來一下 謝謝 我可以很肯定你們都是支持我的 謝謝你們 當天的簽書會活動 有的民眾一買就是好幾本 民眾對於市長林志堅的施政 以及改變城市樣貌 也給予實際的肯定 我住附近 我是在地居民 那因為他快要下任了 所以趕快趁這個機會來看他 因為其實他 為新竹座的改變我看到其實蠻多的 就其實也蠻謝謝他 市長的那個美化圖書館部分 三民國中就變成有個非常漂亮的圖書館 然後學生就會變得 越讀率越提升很多 再來就是班班教室有冷氣這件事情 所以最近市長也有 之前開學初也有到三民國中去訪施 每間教室冷氣的使用狀況 所以學生上課都很幸福 就不會再在悶熱的環境下學習 市政專輸新竹市跳級聲 規劃十場次的簽書會 前四場選在人氣小吃店和新竹人 最愛去的國務中心 目前林志堅市長臉書已經有全台各地粉絲敲碗 下一場次的簽書會地點 主辦單位也歡迎民眾到林志堅市長臉書留言分享 臺灣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